你先开始吧 好我先share一下screen 看得见吗大家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虽然老大和圆圆也已经听过我自我介绍好几遍了 就说我以前在国内 我读书的时候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出身 然后我从五岁开始踢足球 一直是一个相当于半专业半职业的足球运动员 然后最后我没有提上职业的话 我就是考了上海体育学院 所以说上海体育学院毕业之后 我的工作就是一名体育老师 我是在一家市中点做体育老师 同时又是学校的足球教练 然后我周末也会做一些少儿的培训 所以说我基本上在国内的主业工作 就是老师和足球教练 当然同时我自己也创立了一个花式足球团队 就是会帮品牌做一些商业 也就是因为我做了花式团队 这一个团队之后 我接触了体育商业的方面比较多 以至于我最后对商业方面比较感兴趣 所以说我在2018年辞职到英国拉夫宝 读了体育商业这个专业 以至于我在我的职业方面 有一个很大的转型 所以说我现在是在这家 叫King Partners的体育经济公司工作 主要去做一些体育赞助方面的工作 所以说我今天的分享的主题 也是和体育赞助有关 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我会从赞助的概况 先大致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产业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通过赞助 讲一下赞助的概念 营销的概念 然后到赞助的关系里面 通过品牌方赞助商 以及IP方版权方去解释 中间这个赞助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然后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近期的一些体育商业的案例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也希望大家能从这个讲座里面 能了解到一些知识 尤其是关于体育营销 体育赞助方面知识 因为我想跑顿英伦也是一个体育组织 可能里面的一些概念 也会对跑顿英伦的一些组织和发展 也会有些帮助吧 希望吧 好 那我们先从体育赞助的概况来说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全球赞助的市场规模 然后有一份非常权威的报告 就是IG的报告 它是体育赞助支出 在市场营销总的支出里面 是占13% 然后在2020年 它的这个市场规模 大概是在570亿左右 然后预计到2027年 它的规模在896亿 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规模 是在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取娱乐肯定是大家追求所向往的 所以说这个产业的一个状况 是一个向前发展的 所以说算是一个招扬行业 它的基本上年复合率 预计是在6.72左右 就是这样一个数据 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数据里面 感受到这个产业 虽然不大 就800多亿 没有上千 甚至没有万亿的市场 但是也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市场 然后体育赞助 有一份报告 虽然有点老 sorry 虽然有点老 但是它能说明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在北美地区 品牌在体育赞助上花销占70% 说明就是在体育发达的国家 尤其是北美欧洲 品牌做营销 体育可能是第一个选择的一个标的 所以说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们中国体育相对来说 商业不是环境很好 但是如果按照这种发展的话 中国体育商业的环境 赞助环境也是非常有强力的 然后一个总的趋势 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数字化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后疫情 那我从四个角度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从观众的角度 就是观众现在参加体育运动 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的话 他们更希望是有更强的互动性 那除了在线下我去参加一些比赛 观看一些比赛之后 那数字化的一些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他们除了现场体验 比赛之后 所以说数字化一个变革也是 那从版权方 也就是赛事或者俱乐部角度来说 他们也是希望能有一个数字资产的增值 因为除了他们传统权益的一些 原本的一些存在 那如果有一些良好的数字资产的一个增值的话 那他们这个被赞助的标题价值会更大 那最后就是从媒体的角度 因为现在媒体也是从传统媒体 像流媒体也就是OTD平台转型 所以说OTD平台 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尤其在中国最能体现 现在看体育啊 看比赛啊 都已经在爱奇艺体育啊 什么米菇啊 平台上了 央视啊 或者一些地方电视台已经 很少去播放一些大型赛事了 这就是一个趋势 好 第二个就是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概念嘛 大家了解一下框架 然后知道赞助啊 营销啊 广告啊 是一个怎么回事 首先我先说一下赞助的概念 有点学术啊 就简单来讲 赞助就是我品牌方 我出钱或者出自己的服务 去赞助我想要的一个标的 那标的包括俱乐部啊 赛事啊 然后达到他们的商业目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赞助的一个概念 那赞助和营销比起来赞助 营销的概念要比赞助大 我相信提到营销这个概念的话 大多数人其实不是很了解营销是什么 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做广告 其实广告啊 或者什么啊 只是营销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那营销的一个概念的话 我大致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相当于 为了品牌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他从创造以及向消费者传递 传播最后交付产品的这个整个过程 叫做营销 有点抽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图 就应该是了解 如果学过marketing的人 他都知道会有一个4P嘛 product price promotion place 那就相当于 当然这前面 这个是战术方面的 前面也有战略方面 比如做一些市场调查 一些swat分析啊 或者一些情况分析 目标市场啊 也属于营销的范畴 那后面战略 战术层面的话 营销里面也包括一些产品 怎么定位 怎么设计 怎么满足消费者需求 怎么定价 以及 它的渠道是怎么样的 我是通过经销商 分销商 零销商去买产品 还是我直接通过电商 我直接从把产品 从制造商 直接卖给消费者 这个渠道 包括最后一个传播的途径 这整个都是marketing的一个内容 当然我们所提到的广告啊 或者sponsorship 都是他这个4P下面的 promotion的里面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营销和sponsorship赞助 或者广告的一个结构上 一个概念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然后后面就是 也会就是根据这个概念 大家在一些话题上 也会就是更理解 那我刚刚说到 广告和赞助 其实都是那个 其中的几个工具 那他们的区别在于 其实广告是一个 二维的信息传递 它是就是说 用英语说 它是一个interruption model 但是赞助的话 它是一个patch model 是一个三维的 那其实也就是说 赞助的话 我可以通过传递信息 以及结合和消费者互动 能产生一种感情上的一个连接 但是广告只是点对点的 我通过海报啊 或者在什么地方投放广告啊 只能阶段性的 让消费者接触到这个概念 所以说赞助比广告的话 可能概念更大一点 那现在其实 在营销的一个途径上 其实他们就是品牌方 更提倡的是一个整合营销 那赞助就能给品牌 一个整合营销 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那也就是说 我在赞助这个环境里面 打个比方 我赞助世界杯 我可以利用世界杯 这同一个内容 然后把promotion下面 我刚刚显示的那么多工具 都用在这一个环境里面 世界杯赞助的环境里面 达到一个整合营销的 传播的一个目的 把所有工具都用上 至于哪个工具 我用多少百分之比多少 就根据品牌自己的预算 以及他们的需求 我去分配这些工具怎么用 这就是一个整的一个概念 简单就是说一下吧 就打个比方 这次欧洲杯 Vivo赞助了欧洲杯 那就相当于Vivo 可以用欧洲杯这个权益 获得的权益 他利用欧洲杯可以做广告 比如周围一圈的广告版 就相当于他们在 欧洲杯里面做广告 他们也可以做 用欧洲杯的内容 做digital marketing 在线上做一些互动 同时他们也可以有一些 比如线下的激活 比如在赛场外 去做一些events 去宣传他们Vivo的 一些手机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 就相当于用不同的工具 利用欧洲杯这唯一一个内容 去做他的一个整合营销 对这就是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如果不理解 可以随时打断我 那理解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到体育赞助的关系 那其实他体育赞助里面 他的party有很多 那最简单的就是赞助商 经纪公司和版权方 那就是赞助商通过花钱 或者提供他们产品和服务 通过经纪公司 作为一个桥梁 然后去match到 合适的版权方 然后达到他们的一个商业目的 所以说赞助商主要就是说 要达到他们商业目的 那版权方主要就是能通过赞助 能赚钱 同时也提高他们版权 就是版权也有自己的品牌 提高他们版权的一个名声 然后同时也得到一个服务的升级 那经纪公司就是在中间当作一个服务商 去匹配就是这样的一个主体关系 然后我后面会根据这三个主体 去简单介绍一下 他们分别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式 以及里面有什么 那版权方的话 首先大家会想 版权方有哪些呢 在体育里面 所以说主要就是这一点 运动场馆 俱乐部 赛事活动和协会联盟运动员 以及媒体平台 那场馆的话 主要就是以冠名为主 就打比方O2 Arena 其实这个名字叫O2 Arena 不是他本来政府取名叫O2 是因为O2冠名了这个场馆 就是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冠名赞助 所以说大家口口相传 就叫他O2 Arena 这样也达到了一个品牌的宣传 一个营销的作用 那包括俱乐部的话 就比如足球方面 就是黄马俱乐部 曼联俱乐部 那赛事方面 就比如法网 温网 这些都是赛事 那联盟方面 就是比如英超 或者西甲 就是一个联盟 一个协会 以及球员个人 运动员个人 或者就是媒体 后面我会在里面挑三个 我具体讲一下 就是这个概念 那首先就是我以赛事方面的话 我先以防网公开赛为例 就讲讲就是赛事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比如世界杯啊 欧洲杯啊 或者其他奥运会啊 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版权方一般 他会为赞助商提供哪些权益呢 就是大致分一分 就会有这一点 当然也可以分了更细 我就不细讲了 那比如品类排除 它的概念就是说 打比方 我有一个品牌 我赞助赞助法网 打比方OPPO 那就相当于 我手机品类的品牌 除了OPPO之外 我其他品牌都被排除 都不能作为赞助商 或者在这个赛事里面 官方出现 就是帮助品牌去排除 它的竞争对手 以至于让它得到一个核心竞争力 那第二一般就是一些球场 赛事内的一个广告的 暴露露光 然后还有就是赛事会提供品牌 放一些高级宴景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宴景去 去做一些活动啊 去邀请他们的供应商啊 或者消费者啊 去体验这个赛事 包括球票 数字端的一些互动 那这里面就是 Digital Marketing方面 有很多很多一些 球迷互动 这个就是指一些线下的激活 我可以利用 法网这个赛事 我线下去激活做很多 类似于活动 从而去推广我的品牌 以及一些赛事周边的一些 比如和社区的融入啊 观赛的活动啊等等 以及我可以组织一些 南望的活动 当然里面也有很多 细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再细分出来 这就是一般 版权方给品牌的 那作为 有效的激活 这样才能达到 它的这个营销的一个目的 那 也很关键 一般作为赛事或者俱乐部 他们都会把 他们就是权益 分成不同的package 不同的梯度 那赞助 你在这上面就能看到 他这个赞助商分成了 四个梯度 那每个梯度是不一样的 最顶端的那个就是BMP 他就相当于 最最最最高级的赞助商 那肯定他花的钱更多 当然他得到权益也就更多 那依此类推 二三四 可能他们花的钱相对少一点 但是获得的权益也会少一点 那这些细节的话 可以是negotiate 但是一般的话 可能第一级第二级的赞助商 他们在赛事比赛的时候 才会有品牌露出的一个权益 其他可能是没有的 所以说有时候 作为一个版权方的一个团体的话 怎么去设计他这个赞助权益的package 也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分层次分梯度 这样也是一个非常技术活 然后我做了一个截图 就相当于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赞助商 主赞助商它的位置是最好的 曝光度是最高的 那一些下面 私要的赞助商 可能就是边边角角的一些暴露 大家也看到OPPO OPPO也就是 相当于国内品牌 第一个赞助法网的一个中国品牌 当然这只是在品牌露出上的 他们一些权益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权益 也是会有会有点区别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以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为例吧 就是说一般提供的一些权益 其实也和赛事差不多 就是俱乐部的肖像权 球员的活动 带服务社交媒体 当然下面也可以细分出 很多小的一些权益 我这里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主要就是这一点 然后这也是一样 它也是分层级的 有没有看到 就是第一级顶级赞助商 花了钱更多 那说明他们可能得到的曝光率 品牌的宣传也更多 这里是有三级 其实还有第四级 第四级就是一个区域的合作 区域的合作就相当于 打个比方我中国品牌 要和黄马合作 但是我只是希望 在中国地区激活 我不需要要全球的激活 这也是可以的 那相对来说 你的赞助费就可以低一点 但是你只能限制在 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 去做 去利用黄马这个品牌 去做线下的激活 这有点抽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子 大家先记忆这些赞助商 那一般就是胸前 大家看到就是左上角 这个黄马胸前 他有Emirates Fly Emirates的一个胸前赞助 这一般都是俱乐部的顶级赞助商 所以说他享有的品牌曝光 以及俱乐部的权益是最高的 那一般顶级赞助商的后面几个级别 就是训练装备 大家有看到旁边穿橙色的那个背心 因为目前黄马的 比赛的胸前赞助和训练装备的赞助 是一个赞助商 所以说 一般的话 如果胸前赞助商是另外一个品牌 他们训练装备的话 也是会 就是会变化 就是训练装备上会换一个品牌 那其他的话 一般比较顶级的赞助商 会有他们大巴上的logo录出 训练场地的logo录出 就是比赛采访时候 新闻采访时候 以及比赛时候的 那个你看 这种广告的录出 不好意思 7本打断一下 那个麦 可能麦克风可能离得比较近 他经常有一些声音 对对对 我想等一下到时候剪视频的时候 会有这种卡卡的声音 对这就是一个赞助商 然后 这个就是比如相当于品牌和 俱乐部和品牌可以合作 比如可以把logo 印在啤酒的啤酒的产品身上 这样的话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提高他的销量 能吸引就是相当于足球球迷 黄马球迷的就是一些关注 更容易去购买他们的产品 比如网站上 对吧 或者一些海报上 或者一些产品 产品上 就比如这个Frey Emirates 在飞机上就把黄马的logo和 俱乐部的一些球员 也是印上去了 包括在社交媒体也可以 就是皇家马德里的社交媒体 总的加起来大概有6亿多吧 6亿多的粉丝 所以说他的曝光度是非常强的 他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交媒体 去po一些他们关于产品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球员端 那球员的话就相当于就是代言 球员代言 就是我作为球员代言人 去我推广我的品牌 那他一般就是有以下这些权益 宣发社交媒体 肖像权 出席活动 以及一些广告拍摄的权益 就是我刚刚说的黄马 黄马和法网 以及内蒙尔 就相当于是我们公司独家的资源 所以说相对来说 这方面可能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就是内蒙尔 我们前段时候就是和Facebook Gaming 做了一个内蒙尔的一个独家代言的活动 首先就相当于Facebook Gaming 可以在他官网上官宣他和内蒙尔合作 那同时内蒙尔可以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官宣 他和Facebook Gaming合作 所以说内蒙尔的所有的社交媒体 加起来已经要达到310个million 那就是3亿多 所以说这个曝光度是非常强的 你和越有名的明星合作 那他的曝光度就越强 那下面的一个就是内蒙尔和Facebook Gaming 相当于有一个线上的互动 他和粉丝互动去通过一个直播 去宣传Facebook Gaming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这个反响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包括从球员单代言来说 比如OPPO 他在2018年吧 应该就是内蒙尔作为OPPO的手机代言 就是可以拍广告 包括这是一个Fortnite的一个游戏 内蒙尔就是一个形象 直入到游戏里面 通过游戏里面 他的皮肤可以卖给他的就是游戏观众 就是说利用这样的一个互动去活动 去相当于去宣传他们游戏 甚至赚更多钱 那内蒙尔旁边这个是Red Bull的 就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 就是邀请内蒙尔参加线下的足球比赛 和一些球迷参赛的球员互动 以及一些线上的 比如就是hashtag的一个campaign 就相当于这些激活活动 都是可以去设计的 然后我可以放一个广告 给大家看一下 谢谢大家 对 我特别喜欢这个宣传片 就是说把球星作为一个虚拟的一个动画 然后直入到游戏中 就是还是特别有震撼力的 然后版权方的话 就相当于媒体平台 那媒体平台的话 它是比较特别的 一般的话媒体平台 它是要向赛事 要出钱向赛事俱乐部 购买他们的版权 比如英超 比如Sky Sports 或者Amazon 或者怎么样的话 它是要出钱向 他们购买这个版权 然后放到他们的媒体平台上去播放 至于播放他们怎么赚钱 一般就是有可能就像Netflix形式 它是Subscription 你要注册他们的会员 每月付会员费才能看上面的内容 这是一种模式 还有种模式就是免费观看 那免费观看的话 那它吸引的观众就多了 那吸引观众多了 势必我的赞助商就会进来 就是赞助他的媒体平台 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他去买内容买版权 放在平台上放 然后去赚钱 这是相当于体育媒体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上面一排主要就是英国的媒体 英国Sky Sports BT Sports 都是有很多体育版权的 下面就是一些中国体育的一些平台 那在中国的话 其实它体育的一些播放 已经从传统的 比如五星体育 CCTV已经转到爱奇艺啊 米姑上 这个趋势是非常强的 但是在英国 目前还是被Sky Sports啊 BT Sports给垄断 主要在英超方面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情况不一样吧 对这就是一些图片 对这就是Amazon上的一些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几个纪录片 就是他们像曼城啊 热刺啊 贝卡姆啊 内蒙尔 付钱购买他们的版权 然后拍摄了一些 一系列非常好的内容 然后放在Amazon啊 Netflix啊 或者BB上放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赞助商 赞助商的话 那从赞助商的层面 他怎么去找 去匹配他的资源 就是一般都是根据他的 Marketing Plan 我上面写的都是 可能就是Marketing Plan 他的战略方面 所有内容 是主要还是根据他的战略 和计划 我去匹配相关的赞助商 这个就是模型 就是说一般 丢了几个相当于模型 有点复杂 就简单的说一说 就是一般品牌 他赞助会根据他消费者 消费的心理过程 以及产品的周期 他去定位 他需要达到哪一些 Marketing的一个目的 比如他去赞助 需要引起 只要引起消费者的关注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曝光 让更多人知道 那可能选择赞助是非常好的 或者赞助 他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和消费者互动 能有一个感情的绑定 那通过赞助这个工具 去做一些营销 是非常好的 就是根据他不同的定位 我去选择不同的标的 那主要赞助双的 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大概总结了五个点吧 第一个就是品牌端的 他有品牌的曝光啊 联想啊 就是地位啊 就是可以建立他的品牌 因为品牌是一个无形资产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 他也可以提高他的销量 提高他的市场份额 或者帮助他的新品发布 第三也就是客户之间的关系 那客户之间关系 就是相当我说的 主要就是一个感情的绑定 让他们最后对这个产品有忠诚度 然后可以不断的复购啊 最后产生裂变 那第四就是可以在战略层面上的 就是说我刚刚说的 你赞助的话 他有一个独家市场 会把你的竞争者排出在品牌 品牌那个品类之位 同时他也可以有整合营销啊 甚至通过赞助的管理 我可以去评估我这个赞助怎么样 最后达到一个他战略上的一个计划 那第五就是他可以在人际关系端是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比如呃员工的福利啊呃渠道商的福利啊呃政府公共关系啊 都可以通过赞助赛事啊俱乐部我去呃提高我和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主要赞助可以达到的一些目的 那一般的话 这里就是有一个数据这是1617年的一个报告 就是说赞助商 目的就是说赞助目的主要排第一第二第三的就是一个品牌端的 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 所以说可能如果一个一个呃公司他们的产品需要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 那赞助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然后经纪公司经纪公司我就是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说到 他们主要就起到一个呃商业谈判资源匹配的一个过程 那经纪公司的话他们其实是一个commission model 就是帮助赞助商找到匹配的版权方 然后签下这个deo之后 然后在这个deo上拿commission 一般是10%到15%的commission就是经纪公司的收入 一般经纪公司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赚钱 那之前比如有提到的像嗯呃 marketing公司啊或者made in this 广告公司啊 或者像cuman这种digital marketing的这种公司啊 他们是通过提供呃向品牌提供服务 最后赚取这方面的一些服务费 所以说可能有些公司也是一个综合性的 他们既有经纪公司的功能 也有广告公司也有营销公司的一些功能都有 所以说呃可能在经纪公司啊或者digital marketing公司 或者made in london这种广告公司啊 其实都是可以相互合作去为品牌一起服务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呃体育经纪公司 然后有两个业务 一个业务就是商务端开发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品牌赞助啊 然后还有一个职业发展 就是职业运动员的一个转会 这就是另外一方面业务 就是说比如我运动员从一个俱乐部转会到另外一个俱乐部 我们公司怎么帮他操作 然后赚取中间的佣金 这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相当于一般体育经纪公司他都会走两个模式 对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源 这里也简单就是我们公司就是球员端主要就是内马尔 然后赛事端的话主要就是法网 然后俱乐部端的话主要是黄马 我们目前就是帮他们作为全球的独家 再去找一些合适的赞助商 当然这些一些其他体育端的资源 我们公司也可以做为一个桥梁帮有需求品牌去匹配 这就是一个基本上一个经纪公司去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在赞助方面的话 其实激活评估和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里面内容也很多 我这里就不和大家去分享了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 对于赞助来说激活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买了这个版权之后 我怎么通过一些有效的活动 我去让这个版权和我品牌连接起来 让更多人知道 后面我就是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行业内的一些动态的 足球方面 就是赞助行业分布的一些 就是说根据报道 就是说金融行业作为赞助商是最多的 然后俱乐部端的话 这是一个报告 这是俱乐部一个价值报告 就是今年的一个brand 是一个brand finance这个报告 就是黄马俱乐部的品牌价值是排名第一的 所以说一般英超西甲几个豪门俱乐部 基本上其实他们的价值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就看品牌怎么合作怎么激活 就是一个英超的一个结构 如果有男生的话 可能会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英超的话 他有很多 在英国的话 他足球有很多级别 那前四级级别是一个职业联赛 就是金字塔上面四级 那下面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业余级别的 所以说英超顶端的金字塔 他商业价值是最多的 但是英超获得的一些钱 或者从通过商业价值获得一些钱 他会用这些钱去反补下面的一些联赛的开展 以去社区足球的一个开展 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说英国足球也就是为什么 他发展的比较好的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里面有很多我就不展开讲了 然后这个的话也会比较 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在中国足球俱乐部 都亏钱的都是在烧钱 但是英超的俱乐部他是赚钱的 那他一般收入都是从哪几块呢 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 所以说我这里大致列了一个数据 主要英超俱乐部 他的收入就是一个商业收入 一个媒体版权收入 一个是比赛日收入 商业收入主要就是来于 他的赞助收入 以及或者他的merchandise 他的商品 就是贴标的商品的收入 这是一块 那在英超里面可能 大多数的俱乐部 在媒体版权方面收入是最大的 媒体版权我刚刚说过 就是很多全世界的媒体 他都会去买英超的版权 然后在世界歌里播放 那他在这方面的收入是非常大的 那英超这个联盟赚了这些钱之后 他会按比例每个赛季分给不同的俱乐部 那得英超冠金的俱乐部 他的媒体版权分成就是最高的 那去年的话 前年的话 曼城大概会有版权收入 在1.5个亿英镑左右吧 那最差的可能也就在 也在9000万英镑 所以说他就是通过媒体版权的收入 然后再反腐给英超 让英超各个俱乐部有钱 能赚钱 这也是一个他们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说这样的话 英超俱乐部能有钱 特别是小的俱乐部 才能有更多的资本去运营 那还第三个就是一个比赛日的收入 就是我现场观赛的就是卖票 或者现场观赛产生的一些收入 这是赞助商 我这不说了 然后球员收入 C罗是最多的 他的一周他就能赚那么多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 他的一周就能把大家一辈子的钱给赚了 然后这边就是你看再看右边的就觉得 C罗这个收入真的就是九牛一毛 去年纽卡斯尔 就是沙特的一个财团收购了纽卡斯尔 他的财富在320个Billion 再看一看曼城的老板 他的收入在23个Billion 只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零头 真的是富豪 所以说可能未来的几年 纽卡斯尔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境遇 甚至纽卡斯尔这个城市 以足球为中心的城市 因为他的财团入住 可能他的城市的一些建设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就是因为足球会改变整个这个城市 整个社区 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 这就是足球给一个城市 一个社区带来的一个改变 然后看九到十 也是我们中国的老板 中国的金主爸爸 国米是苏宁 然后狼队就是复兴的郭广昌 然后这个就讲快一点 然后再尽量十分钟内解决 好像时间有点长 然后后面就世界杯 世界杯的话 我也想和大家讲一下 大家眨眼一看也是 哇全是中国品牌 的确 中国品牌目前在大赛事的赞助上 也是大手笔的 然后今年世界杯主要赞助上 大家能看到万达 Vivo 猛牛 海信 那我个人觉得猛牛也是花了大手笔 他除了赞助世界杯 今年赞助世界杯 他还签了姆巴佩和梅西 两个超级巨星 就是赛事赞助加球员代言的双保险 我相信如果在国内的话 差不多到世界杯期间 猛牛一定会有非常强的一波营销 所以说都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再看看欧洲杯也是 乍眼一看都是中国品牌 这次欧洲杯十二个赞助商里面 三分之一是中国品牌 阿里佩呀 TikTok啊 我相信大家看了欧洲杯 也是能感觉到老外也觉得 这是不是在亚洲在中国办世界杯 怎么都是中国品牌 对就是 这是也是一个数据 就是 基本上在营销的层面上 一些大的赛事奥运会 欧洲杯 世界杯等顶级赛事 对品牌带来的回报是常规 体育营销的三倍 虽然说我赞助这些赛事 花的钱多 但是品牌知道 我一定是能赚回来的 在收入上 甚至在品牌的建设上 一定是有回报的 所以他们才肯花那么多钱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 大家知道 这些大的赛事的赞助价值 是非常高的 不要看它贵 但是它有价值 这是海信的一些数据 就是最终就是告诉我们 海信通过赞助 它的营业额 它的品牌 它的品牌曝光度 最后完全是 就是都是赚回来了 大家 这个我就和大家不细讲了 大家待会也可以去回看一些数据 然后就是海信除了赞助 欧洲杯世界杯 他还赞助了大巴黎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知道不知道也挺厉害 然后在英国的话 他也赞助了利兹 就是海信的现在营销专列 就是Sports Marketing 美洲杯也是 眨眼一看 快手和TCL也是中国的 然后网球我就略过了 F1也就大致略过 就是F1的话 就是目前就是有一个赛车手 我后面再说 这是一个case 就是说Oracle就是甲骨文 他在最近赞助了Red Bull Racing 500个million美元 做了一个冠名 巨额就是冠名 就以后Red Bull Racing 叫做Oracle Red Bull Racing 这就是和小米最近也在 也和奔驰车队有合作 然后运动员端的话 就是C罗 他是社交媒体上 全世界社交媒体 红人上世界排名第一的 然后在足球运动员的话 C罗 内玛 梅西 他们都是名列前茅的 运动员端的话 就是Emerald 卡努 我不讲了 然后周冠宇 就是刚刚说的F1 周冠宇他是中国唯一一位 签约F1的车手 他将代表那个Alpha Romeo车队参加明年的F1比赛 所以说我相信他的价值以后 会不断的争执 然后我想说的是谷爱玲 就是谷爱玲的话 我的确被圈粉 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被他圈粉 他就是所谓别人眼里的孩子 真的就是太优秀了 真的是太优秀了 他的爸爸是美国人 他的妈妈是中国人 然后全家都是名校 他又考录了18岁 就是考录了斯坦福 中文又很流利 然后这里有一个Instagram 他的社交媒体 我做了一个research 很有意思 我在1月份看他Instagram 还是21.2万 然后冬奥会之后 他的Instagram增加到120万 TikTok 微博 抖音都是巨增 所以说商业价值无限 以至于他现在代言品牌数30家 30家 就30多个品牌找他做代言 太牛了 我这里已经放了一张图 就30个品牌 但是我回头想想也是 就是如果我是品牌方 也是希望找谷爱玲这样的人 去作为我品牌代言 因为他可以有很多故事讲 然后他又正能量 他又很正面 就是符合一些中国品牌 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匹配的标准 然后就是从品牌端来说 就是我想说两个 第一个就是电子竞技 电子竞技的话 大家也很有意思 就看到一些search品牌 因为e-sports也属于体育的范围之内 你看看现在这些search品牌 都是和e-sports 巴黎世家LV 包括这个是Barberi 他们也开始去抓取年轻人的市场 因为e-sports的话 他大多数都是可能是年轻人更多一点 所以说一些search品牌 他也关注到他们也需要把品牌年轻化 不然的话可能他们会丢失很大的市场份额 这就是通过赞助去达到他们营销的一个目的 去接触到他们客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这个也是e-sports和绿物浦的一个合作 POPG 然后e-sports 你看这个比赛周围也都是赞助上 Red Bull DHL 所以说赞助e-sports 的确e-sports现在是一个趋势 关注人越来越多 二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品牌希望年轻化 希望获取更多年轻人的目光 第二个我想简单说一下 就是加密货币目前在 体育赞助行业里面也是非常火的 都是在疯狂的赞助疯狂的采下钱 他们是真的是太有钱了 Binance圈出来的 其实是一个华人的背景 就是不多说了 然后这是一些数据 灌名啊就是怎么样的 Fan Token我也不展开说了 就是Fan Token也算是加密货币里面的一种吧 就是有一个叫Socials 在Fan Token这个领域的话 他已经和一百多家体育俱乐部合作 然后通过Fan Token的形式和球迷进行互动 至于Fan Token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网上查一下 我这里就不详细讲开了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NFT NFT的话就是我不是很懂 就是一个数字艺术品 我不是很懂为什么有人会花那么多钱 去买一个NFT的数字产品 第一个就是NBA Topshop 是NFT最成功的一个平台 有人花20.8万美元去买了一个 就是Le Blanc James的大灌篮的一个NFT 大概12秒的一个短视频 然后甚至有一个NFT作品 天价被卖出大概在7000万美元 所以说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会花那么多钱 去买这些东西 但是它就是实际存在 但是它就是有那么多资本 目前有那么多热钱 进入这个行业去做这方面东西 去购买俱乐部啊 或者球员的版权去做成数字艺术品 然后在平台上去去卖 就这样的一个产业一个行业 最后的话 我就是放两张图 就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是OPPO赞助温网赞助法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然后闭上眼睛感觉一下 这个OPPO 这个品牌的定位感觉是怎么样的 OK 然后最后 这是小米的一个赞助合作 它选择了和Marble合作 然后去体现它的一个品牌形象 所以说我相信通过赞助这个东西 大家都能感受感受出品牌的定位 以及品牌可能想发展 以及怎样去运营它这个品牌形象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通过赞助能给品牌带来了不同的东西 一个不同的感觉 以至于他们能和其他品牌区分出自己的不同 最后在市场找到自己一个独家的市场 然后达到他们的营销一个销售的目的 对就是这一点 OK 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时间稍微有点长 我已经后面加快速度了 不知道大家听了 听了无聊不无聊 你好你好 你先提醒一下共享 我们开始聊 好 因为基本上人比较少大家都开视频 我先开始聊 第一个问题是 猛流那个广告 他花了这么多钱在那个世界杯上面 对对对 为什么他用中文 我这个是在 就是他做了世界杯广告 他肯定是肯定是全球激活 但是中国肯定是他主要的市场 因为我是从中文的网站上去去扒的 他如果要在国外做市场 他肯定是有相关和英文有关的marketing的材料 也会有的 但是我相信中国肯定是猛牛的最大市场 因为我也看到不只是猛牛 我看到挺多都是 只是显示中文 挺酷的 对对对 因为一般世界杯赞助的话 他一般赞助是两届世界杯八年 所以说猛牛是去年世界杯赞助商 那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杯赞助商 一般一圈都是两个周期八年 就两届世界杯 就这样 我们先等一下再接着聊 这样田队先说 哈喽哈喽 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感觉生活很多 原本就好像离我们特别远的事情 然后也因为有一些更多中国品牌的加入 然后让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是想问一下 就比如说如果是同一个类型的品牌 假如都是饮料类的 如果有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同时来竞争的话 怎么让就是中国品牌更有优势 在竞争上更有优势 你是说你的意思说是赞助吗 是相当于我要赞助的优势 对对对是赞助 如果就是我是中介公司 要帮助品牌拿到这个赞助权 对那第一个就相当于 我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不管赛事啊或者俱乐部 他肯定只会选饮料方面的一个品牌 如果我选择这个品牌 那其他品牌就被就会被排除 那第二个我作为经纪公司 我怎么帮助这个饮料品牌 去获得这个赞助的机会 那第一个肯定是钱了 就相当于我给出版权方一个 更合适的价格 那版权方肯定会 更有兴趣 因为我钱多对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那就相当于我要 把品牌的需求 和版权方所提供的权益 能百分之一百的匹配 能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帮助他们 去得到这个赞助机会 那从品牌的角度来说 如果品牌特别想赞助这个赛事 那我一定要和赛事方 版权方讲 这个品牌为什么 比如他这个品牌是符合你的 你的这个赛事的一个品牌 或者一个氛围的打比方 现在可能是新能源 对吧 环保绿色特别好 那就相当于 比如我举个例子 法网现在是推他的新能源 就是绿色赛事 那如果中国的一些新能源汽车 Nil 蔚来 小鹏 那就是和这个概念 就是很匹配的 那就是我要告诉他 这个赞助商 他们是新能源 然后他们的品牌定位是什么 品牌的愿景是什么 他赞助了你们 一定会让你们这个赛事的品牌 提高一定的级别 就是说你从相互的需求方面去匹配 以最后说服版权方 倒过来当然也是 我如果想让一个品牌去赞助这个赛事 也是一样 我要说这方面的故事 让品牌觉得和我的营销的一个目的 一个战略是一致的 最后我的消费者和你的观众是一致的 都是同一类人 就相当于我赞助了你 那这些消费者肯定会更有更大的几率 会买我的产品 就相当于你要把这些情绪给匹配了 那他们才能达成一个这样的地方 非常谢谢你的解答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如果你作为中介公司的话 是你会先去 就是是想赞助的品牌先会找到你呢 还是说就是这场赛事 需要一些中国品牌来赞助 然后让你去寻找品牌 就是哪种情况会更多一些 两种吧 两种吧 就是说作为我们的话 就相当于我刚刚有说独家和不独家 那作为独家的话 资源打比方黄马或者那个法网 相当于我们主要还是为赛事服务 我们就是说帮赛事会做一系列的计划 然后会会有一个拍给者然后会做很多品牌的list的各个区域哪些公司是他符合他们这个赛事品牌定位的然后有哪些category是主要我们要去approach的然后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之后然后有安排的去接触品牌去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一个赞助机会非常好你们有没有意义 这是一种第二种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就是说品牌可能他有了他的品牌定位他的marketing plan但是他有可能不是很了解体育这个产业 他有可能会去找一些咨询公司去说哎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你能给我点建议吗 那咨询公司也会反过来去寻找一些合适的标的提供给品牌对两种情况都会有的 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就是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谢谢谢谢我接着接着说刚才说到赛事找你去找那个公司嗯你怎么approach那些公司 对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销售人员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一个一个环节对对我来说就是相当于我刚入职 我主要是负责中国市场我是要维护中国品牌吗那我人又在英国那更难那我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当然最有价值的就是linking 那linking的头上就是你准备好自己的文案对吧你做好的deck也要准备好然后去不断的去search 那一般你要联系的人那一般负责这方面的人肯定就是marketingbranding或者partnership这方面的人那我就不断的找我可能一个品牌我就会去联系 很多人去留言去去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我的人际关系 因为我毕竟在国内工作过嘛虽然不是做这方面的但是也是在体育圈子里面也是有一些朋友一些人脉的那我通过我朋友推荐啊或怎么样 就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开发英国当地的一些资源因为英国当地他也很多中国品牌嘛打比方他呃有有有小米啊华为啊荣耀啊或者怎么样也是有英国分公司的所以说我也会通过一些呃搜手就相当于我今天就去参加了一个那个科技类的一个一个展览会就相当于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展览会也能认识一些品牌第四 就是也感谢老大这个平台让我认识了一些经纪公司就比如Made in London Human Una Media都是我的合作伙伴都可以大家合作在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对 感谢你也提及到我们 我觉得那个 Linking挺难的 一般都很少回复 对但是你要有认警这是一个概率的游戏 你没人回复你说明你联系的太少量不够 是 你联系多少 但是老实说我联系的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我数不过来了 哎那我很好奇你觉得完了我是在插嘴了是不是你们继续 你要举手你也举手啊 哦那你们先说你们先说啊 对就是联听上就像我说的这是概率的游戏 是有概率会出来的 对我来说我就出了概率 有成功过吗 呃就是往后推进了还比较可能 就是说很有意义的也在聊 但是至于后面成功成功不成功就看最后临门一脚了 对不对 啊好啊我让自己说 哦哦我刚刚其实好奇的点是在于就是呃 你觉得哪一个平台是最有效的就是刚刚提到LinkedIn吗 除了LinkedIn以外你还有用别的一些平台吗 因为我主要的是要接触中国人吗 所以说其实LinkedIn现在在中国被封了之后呃可能message方面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也会有些影响 就说除了LinkedIn的话如果我要接触中国人的话我一开始用那个卖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但是用了我知道我知道用了一段时候之后我觉得卖卖不行太乱了 就是上面太太太水了假的也很多而且效率也不高 至于其他的中国人还有一点就是说外国人可能他们用email很多 嗯嗯他有些工具他是可以去获取有些人的email的但是对中国市场来说是没有用的 因为中国人不太用email嗯对呃有些工具的话在国外的话他也是可以去获取一些可能一些相关部门的一些email或者有时候你可以猜 你知道他的后缀的时候那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就可以用他的名字稍微去猜一猜然后发邮件嗯嗯了解了解谢谢嗯我们接着聊啊 又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比如说我我一个品牌嗯我占足一个球队嗯那个这个球队的对手嗯那就是变成讨厌我这品牌呢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嗯这嗯这种情况的话讨厌的话嗯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除非 除非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呃非常非常死忠一种死忠到从品牌端都会厌弃我个人觉得不太会我个人觉得不太会 因为以前以前在国内也是有些公司赞助某个城市的嗯 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嗯别的城市的销量就下降了对有有可能会有会有这这种情况情况存在所以说嗯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赞助也是一个双刃键嘛就相当于你刚刚说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是就看你怎么去去前衡怎么去激活 因为你我刚刚说的激活很重要就是说你一个品牌对一个消费者的印象就不光光是赞助你通过赞助怎么让消费者有一个感情的绑定 就是说你不光光是宣传我这个俱乐部是宣传在这个俱乐部层面上的一个精神 你派广告也好啊或者你在网上去出一些内容也好你要上升到一些感情层面精神层面的那俱乐部只是提供你这样的一个载体 而不是你就从利用俱乐部做广告你能把它上升到感情层面精神层面层面上的绑定那你这个激活就是最棒的 嗯明白理解了对对对像那个去去名那个公司 他也是这样说吧对所以说有时候激活创意很重要吗创意就特别重要 对对对 我觉得让田队又举手了田队你问一个我再来 我觉得老大的提问都特别有意思他正好一开始问的都是我想问的 我其实还想问就是你有没有就成功过的例子就是让你就是link到了哪个人啊或者是说就是 就是接触到了这个品牌然后成功了还有就是呃成功了之后你如何去帮他们激活就呃可能激活并不是你的工作内容啊 嗯我只是想问就是有没有就是帮他们激活过跟随于就是建立一个形象吗 嗯因为其实呃我到英国读书毕业然后做这一行其实时间不是很久我到现在一年都不到因为我也是机缘巧合 在英国要找到这么冷门的工作也挺难的所以说最后我通过换工作能进入这个行业我真的觉得哇运气好好所以说可能经验不是很多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我通过这个最后快成功的已经move到contract的是有的是和足球有关至于谁或者什么品牌我就不透露了 就说基本上已经到合同的环节快要成功了那呃成功之后作为我们经纪人的话其实经纪公司的话他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呃 啊或者或者一些其他标的达成这个DEO千万合同那之后激活的事情我们是不太参与的除非啊品牌需要一些啊球员的一些资料啊或者帮助去沟通啊我们会在中间协助一下一般品牌激活的话他们都会去请呃另外的一些执行公司去去做激活去做落地就打比方他们要做marketing 啊digital marketing的激活那他们可能就去找Qman他们要拍广告对吧要做一个广告片可能他们去找made inland去做个广告片他们可能要做线下的一个events对吧就比如呃做一个什么球迷互动的活动展示他们的一个产品啊搭一个什么舞台啊可能他们要去找一个执行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就这样子所以说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经纪公司来说 不负责这方面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会帮助品牌和运动员联络这是我们会做的我觉得你就是说的非常好然后也能听出来你和这个工作非常的匹配然后就你刚刚也说过是机缘巧合进入这个行业请问就是能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吗这个也也搞笑了我以前是我毕业之后我虽然读这个专业但是我毕业的第一份 工作室卖保险 然后啊那个欧盛泰德就是华人的一个 但是机缘巧合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一家就是英国的经纪公司实习对吧但是他实习完之后最终没有留下来公司被给签证他回去了 但是没想到呃他实习时候的认识一个人后来跳槽去了我现在家公司然后我现在这家公司想拓宽中国市场所以说就问了我这个同学哎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中国人然后呃比较合适的可以来面试一下然后我同学就给我说了然后我说了之后我就发了这个简历我一看这个JD我就觉得哎这个职位好像是为我设计的吗真的就就还是挺匹配的我觉得所以说后来我就去面试 最后也就通过了最搞笑的就是因为我叫Seven嘛我是曼联的粉丝我是David Beckham的粉丝所以说我叫Seven然后我面试完之后我面试的第二轮是公司的老板面试我的面试完之后OK我挺开心的我面试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在面试我在和他们聊天然后过了两周我看被看我的一个纪录片一看哎怎么面试那个人在里面面试我的那个人在里面 后来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家公司的Founder就是以前被看我们的经纪人商务方面的经纪人就就这种哦太神奇了我也觉得好神奇啊觉得这和就一开始热爱体育肯定是分不开的嗯对所以那一般人他都不会把这个和工作链就是连接起来嘛 然后去找一个类似这样的工作嗯对尤其在英国还挺难的就是你一开始让我找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公司可能我就知道那几家大的公司也就这几家一两家就没了也不知道哎呀我姐妹往哪头所以说也比较感恩吧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对然后我们再继续聊一些深度的问题嗯刚才说到你说到那个 那个小米啊那个厂商说他投入了一些体育赞助他赞助之后那收入增长了几倍多少但是这个怎么衡量他收入增长嗯至于嗯OK嗯首先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刚刚介绍了一个赞助的大概念然后第二块我说非常重要的是激活然后第三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评估那一块嗯也是非常重要的 评估这一块也是一个大工程这就是去看我赞助这个赛师啊或者代言有没有成效他是有这个就是和分数据分析有关了这个方面有可能我接触不是很多也不是做这一行的但是他们是有模型的嗯他们有时候可能品牌内部会有专门人去做评估或者会和第三方公司数据公司评估公司去合作我去不断的我在这个赞助的过程中 我去抓取一些数据去做评估去做调研最后看一看有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一般的目的的话 有可能一般人就觉得销售量有没有增长销售量就是我刚刚说的只是一部分我刚刚有列出来五个目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销量只是一个市场份额销量是一个你品牌端也是很重要的你有时候不一定我要看销量高不高你有时候要通过评估你看我的品牌价值有没有提升品牌的曝光度有没有提升就是说知道我这个品牌的人有没有变多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是不是让消费者产生了一种忠诚度就是我本来有这些观众对吧消费者我通过赞助这些消费者是不是是不是复购的行为多了以及还有一个目的我要去评估的就是说我通过这个赞助我去通过这个环境我和供应商啊和我的公司内部的员工啊利用这个赛事有没有提供我的 有没有提高我内部的管理就是员工更愉悦了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个赛事比如提供员工一张票我去看球啊组织活动啊组织供应商啊是不是我这些关系就是凝聚力更强了这也是一个评判标准所以说不能光光局限在销售上面它有很多很多标准的它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模型去评估但至于这个模型是怎么样建立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做过这方面这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工程对就相当于之前Iris他做的是数据公司数据分析可能会和这方面有有设计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挺复杂的对因为你销量上升有可能是管理层发生变化有可能是那个外部外部外部的那些因素对不只是你很难单独拿你你那个赞助这个事件出来 归因你这个赞助这个事情对所以说就取决于你这个评估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嗯对对对就是旗指点你是怎么安排怎么建立的然后你之前是怎么样然后通过赞助这个区间结束之后你要有个对比所以说你之前要有个Benchmark要有个对比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才能知道啊我通过赞助我的确是提高了反正它是有一系列的很多东西也是一个一个工种吧嗯对 我再继续聊为什么中国的足球中国足球成不了像英国这种俱乐部你刚才说到英国的足球俱乐部都很赚钱为什么中国不成功太多了就是从从大的说到小的很多很多那第一个我觉得你从最最最大的宏观上来讲足球文化历史底蕴就不一样 英国都是百年的历史俱乐部随便一个小的俱乐部没有名气的都是一看望那么年纪年纪都那么悠久那中国实业化才从九几年开始嗯就说文化的底蕴不一样吗就说我举个例子一个英国的球迷他一个死中他在这个场地上的球场中的一个位置一个球票这个位置他有可能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样下来的但中国不是这样你看球人都没有 这是一个文化方面的东西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呃轻讯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以前是做足球教练员我深有体会嘛嗯轻讯是一个大工程你一定要是从小培养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体系健康的模式然后踢球人越多那你挑选挑人才的范围就越广嘛这样的话你金字塔尖才能优秀那你现在一是踢球人人不多二是教练员的水平也不高 三是嗯你可能国内的教育你也知道就相对来说压力也很大所以说都是有冲突以至于他轻讯是受到很多障碍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轻讯体系不明确就以前一会学巴西巴西那个时候世界杯冠军学巴西一会学德国一会又学日本就是他的战略层面上不是很明确就是学这个学不像学那个又学不好以至于最后到了上面也不知道这个最后 这个培养体系是怎么样的因为你足球你就像打了比方巴萨他从小到大他培养战术啊什么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你看他们的小朋友踢球轻讯呃十七八岁啊你到职业队他们踢法都一样的这就是从小到大一个体系培养出来的但是中国就很难有这种体系所以说轻讯方面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商业环境也是很重要 因为商业环境也是和职业体的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嘛就相当于我一个俱乐部我又一个良好的收入了进来那这些收入我能反腐到我这个俱乐部的发展就像英超他卖版权对吧他一年能卖了那么多钱但是他钱不是自己赚的他都是按照比例分给下面的英超俱乐部甚至有很多钱他都去投入到他下面的基层社区业余青少年俱乐部用这些钱 让他们去发展所以说你商业开展的好你这个联赛越有商业价值你钱进来越多那你钱越多你这些钱就有更多的钱投入到下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说中国目前为止还商业也不是很成熟那商业不成熟就是足球不好那足球不好商业就更差那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也就是三点吧当然也很多我就提这三点对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 因为你诉说看那个中国的企业这么有钱大家也愿意培养足球但是为什么就不成功对吧你这些说那些战术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学习的我们都可以模仿不断的尝试因为现在踢球的孩子的确是少我以前也做过轻训教练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 教练员各方面的代言你在国外可能做教练员有理想的人做教练员可能他们会找到相对来说收入还不错的工作有发展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在国内教练员的话发展空间不大也就是因为我真的不想一辈子做教练员做教师然后最后转型的一个原因觉得发展空间不大而且收入也不高就相当于上面虽然很多全剥下来但是你最后到达基层教练员手上的一些补贴 真的是不多对就一层一层一层到后面前就没了不知道去哪了 我再聊一个问题英国的足球像那种俱乐部它为什么不会出现一种就是一两家独大那种其他都很小这现在就做得很均衡 对这个问题很好看这个怎么形成的这也就是因为英超是在足球方面是第一个第一大联盟最初荒野联盟之一西甲的话你一般就看三个球队对吧黄马巴萨马进没了其他也是那英超的话好是好在一是他各个球队实力是均衡的你在体育里面他有一个叫什么叫一个嗯 Alcom uncertainty就是这个概念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有这种 uncertainty在所以才产生了英超的精彩你每次一个豪门打一个相对落驴你不知道豪门是赢还是输你不知道的 但是可能你黄马打一个落驴黄马进盘90%是赢的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你不确定所以比赛才精彩那你不确定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实力是相当的 那你实力相当就在于他们的轻训都是平均的平等的对他怎么会形成这么好的一种体系就是各种球队都差别不是太远对他首先他的训练好轻训体系好他他有他自己的球探体系嗯在中国基本上没有球探他英国他有一个职业叫球探就是说他社会上有很多孩子都在踢球有业余俱乐部啊社区俱乐部啊或怎么样然后嗯 嗯每个职业足球俱乐部或者经纪公司都有自己的球探他们会散在英国各地我去挖掘优秀的孩子然后帮他们一步一步去选就选拔然后哎我看到这个孩子不错我会和你聊聊你有没有兴趣大家比方嗯到切尔西的清训来试训一下或怎么样试训了好可能你就属于我们 呃呃游8游9游13的梯队里面的球员就是一级一级这样上去就是有人筛选有人挑苗子然后机技术也大训练质量也高所以说人才也多嗯以至于上面上面英超基本上球队水平都很平均就就在聊这个问题嗯他怎么劝说那个小孩去当足球员运动员他职业发展规划什么 因为那个成为明星的人嗯肯定是不多的不能成为明星的话那以后怎么找工作对嗯我先share一个一个数据啊在英国你知道大概成才率就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概率是多少吗在英国你们觉得是多少好像我去的采访你的时候你说不到现在想不起来了1%都不到嗯对 1%不到就是很低中国可能2%到3对因为基数小嘛那就像你刚刚说的1%都不到那大部分人都是被淘汰的那被淘汰的话具体我没做过调研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在英国方面的话首先可能他们学习的难度和压力不像国内这样所以说他们呃进大学的门槛相对没有中国那么要通过高考去考那么 很难就相当于我是通过我就是这个体中国这个体出来的啊我要进大学如果让我高考我肯定都考不进了100%考不进我是通过特招体育特招进的上来体育学院嘛所以说有这个体育的特长的通道那我相信英国这方面肯定做了更好甚至有时候呃他们不是很难的话有些孩子的话文化水平可能也能直接考进大学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像我这样你真的把青春都 花在体育上了你真的要考考考考靠真本是考考考绝对不可能 对所以说国内现在也在也在看吧就是说有和很多高校去合作啊去开放绿色通道啊校园足球啊能让更多呃就是说优秀的孩子最后没有走上职业道路的最后让他们有一个机会进大学 嗯嗯对当然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难的工程怎么去平衡这很难对对政策一直改 我们继续聊啊能聊个东西太多了没事没事 比如说你的工作嗯像签一个合同啊 要签很久了我估计可能一两年怎么你老板怎么评估你的绩效 绩效啊对有时候有时候我们这种赞助你知道赞助有时候都是大单嘛都是几百k甚至几个million甚至再大一点甚至十几个million都有所以说有时候你不出单一出单可能就是一个大单 至于我是那种我的我的title是很很low的还是一个associate就是从零开始嘛所以说也没有什么kpi就是努力吧就是能让我的领导老板看到我在努力工作真的是在努力工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也没有什么说你一年一定要签多少单或怎么样也没有这样的kpi 但是我知道有些公司是有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就算没有kpi我也想有能出单不出单我一直在这个公司我也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们我们每周也会有report嘛就是说说你这周干了点啥approach了谁有什么进展你要说嘛对吧所以说 肯定是要努力去多做点事情就相当于我说的linking我真的不知道approach多少人了 有些人都嫌我烦了但是没办法我还是要留言 没办法你不留言就是百分之零你留言可能有百分之二的机会 你是留言还是私信 私信留言都有我是会员嘛 嗯会员的话可以有一个月可以有大概15条的私信吧 对 私信没了就就他私信没的话你可以connect别人的话可以留言300个字 所以我准备了很多150字的模板300次的模板然后email的模板中文的模板英文的模板 然后球员的模板这个这个推这个的模板就很多很多 是这样子明白明白嗯 那你跟我说一下你们公司大概多少人啊 大概几分工的 我们公司的话人不多吧大概三四十个人的一个团队但是呃 团队的一些人其实还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厉害的 我们公司就相当于你刚我刚刚说的我们有两块一块是职业职业那一块职业球员那一块还有一块就是commotion那一块 那我属于commotion这一块负责中国市场的然后我们公司很多的一些呃 忠诚啊就是不是大的经纪公司就是一些一些知名俱乐部里面工作过甚至一些俱乐部里面的以前 比如做到过VP senior VP这种级别的然后现在在我们公司做一做一个高层去领导我们对 嗯 像像你们这种经纪公司那为什么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 有啊有一家独大基本上都美国的嗯对因为嗯那你们跟他们竞争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特色就在于你手上资源嗯就相当于呃有些公司可能背书比较大名气比较少 但是资源大家资源都不一样嘛资源就一是分为你的独家资源独家资源就相当于我说的我们独家资源在于呃黄马 在于法网在于内蒙尔那这不一定是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独家资源那你独家资源在手的话你主要围绕这几个独家资源去销售的话你还是会有机会的 同时第二个就是公公司里的同事和高层那其实你做到后面有时候拼是拼人的人脉 不是拼公司背书可能我公司的一些同事啊或者一些高层他们人脉很广他们能联系到这个球员能联系到那个球员虽然不是独家但是也可以促成敌友 但是有些虽然品牌很大的公司但是可能品牌接触那个人他也就是卖卖他们公司的独家你真的要让他 他找其他资源可能他是找不到的因为他没有这个network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所以说有时候 也要看人的不是看公司 嗯 像做你这种工作是不是很多 福利挺好的接近明星比赛 那那肯定是轮不到我 怎么可能轮到我 除非我做我为我为公司做一个大单 然后为明星签到一个大单可能有机会打个比方 中国品牌要和这个明星合作啊 那有可能我会在中间起到一个 沟通啊 桥量的作用比如 陪着球员去参加一下活动拍下广告这有可能 希望吧 希望吧 像你们签这种 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commission 你签到之后会不会有佣金 这个啊这个就 就看你的合同怎么签呗 合同怎么签然后看老板 就是 就是对你的认可是怎么样 嗯 一般的话 一般的话销售港的话都是底薪会加一些加一些提前的 对 我们再聊另外一个问题 奥运会下一次越不吃香吗 奥运会我个人觉得我对我来说在我心里世界杯是那么问的吗 当然一是我喜欢足球啊 而且足球也是第一运动 但是奥运会的话 它的价值是在的 因为毕竟它的精神层面 奥运区运动会嘛 在体育界里面肯定是最高等级的 对吧 他已经是不是说我去 比赛去比拼 而是上升到我体育的精神的一个层面 所以说奥运精神 给品牌带来的商业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话 它那个高度肯定是在的 至于观看的人多不多 这就另当别论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从奥运会赛事的角度来说 它也要 它其实也是一个品牌嘛 它也要去推广品牌 去让它的品牌年轻化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奥运会 所以说从奥运会这个品牌端来说 它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品牌战略的一个计划 不光是我一个产品公司要有品牌定位 我赛事也要有自己的品牌定位 品牌的形象的宣传 这样的话我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参加体育运动 然后能让这个赛事越办越好 能让更多人参加体育更健康 就是这样子 对 从那个举办国来说 嗯 举办那个奥运会越来越少 申请国家 嗯 对 但因为我觉得 这还有和国力还是也是一方面吧 因为你申请奥运会也是需要花很多钱的 就是说可能一些 大国更有能力 更有资金 雄厚的资金去办这种奥运会 当然你办了奥运会 它在商业方面也是有回馈的价值的 然后也有个概念叫那个Olympic Legacy 就是说你奥运遗产 也是对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是有价值的 就包括北京奥运会 对吧 你包括打比方 我在上海 上海的市国会 他不管办什么展会 他之前投入了很多 但是他在投入建设这个场馆 同时也在改造你的城市 以至于你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 你这个城市这个周围的开发 就会升级 就相当于我们伦敦的Straffle 就我住的Straffle 就是以前的奥运的比赛地嘛 就因为奥运会 Straffle以前是个平民窟嘛 在伦敦 那就因为奥运会 他把这个区域开发起来了嘛 现在越造越好 房价也越来越高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effect 对 那那是成功的例子 有些是建网之后 一直都没得用 所以说 你办奥运会 其实不光光是办一个奥运会 它是一个城市的规划 所以说是一个大工程 你不能局限在只是一个体育层面 你要把它想到是一个 国家一个城市的层面上 你要有个大的规划 而不是我办个奥运会就完了 就这样的 对 失败的那些国家就说明 他们在城市规划方面没有考虑好 计划还是做了不够详尽 有那些 比如说那个赞助某个明星 足球明星 但是如果他那个 一下子有丑闻 他的品牌价值下降了 一般这个品牌商 怎么规避这种风险 对这个也是好问题 因为有时候 特别是代言人也是双刃剑嘛 有时候他出了丑闻 品牌就会很尴尬 那一般肯定就是会终止合同 然后 就像打比方就拿国内的吴亦凡来说 对吧 吴亦凡 发生这种丑闻了 所有品牌马上终止合同 那那个时候就看品牌方的危机公关怎么做了 危机公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产生危机的时候你怎么通过一些公关的工具 我去把我的品牌的形象去返回来 然后一般合同里面也会有一些保护条款 至于这些保护条款怎么签的话 就是品牌和代言人之间去协商的一个过程 就是也是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嘛 对 会对合同里面会有类似于这方面的一些一些条款在的 万一发生什么事会怎么样 但至于条款怎么怎么怎么写 这就是case by case 嗯 其实对其实娱乐和其实体游乐体育其实都差不多的 对赞助啊代言啊其实都是以一个性质 现在年轻人 现在品牌都想拥抱那个年轻人 你觉得年轻人现在喜欢的运动的趋势是什么 年轻人的运动趋势啊 喜欢呢喜欢的运动有什么变化吗 嗯首先我已经老了我也不是很了解年轻人 当然当然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呃你要体现几种 就是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呃时尚社交 如果你能在运动中能体现出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应该会是会参与的 嗯 对就相当于现在e-sports很火吗 e-sports的话呃就刚刚我那个 我有说的e-sports就是说 那个什么中国那个团队什么edg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我忘了 那个时候他不是夺冠了吗 夺冠之后哇那中国就是反正每个人朋友圈都被刷屏 我那时候也也也就搞不懂 然后过了几天那个周冠宇签约了f1嘛 然后我刚刚有写这才这呃这才是比起电竞这才是值得庆祝的 这句话是我说的 就说我个人感觉好像那个e-sports 夺冠了比周冠宇成为第一个中国有史以来f1这个新闻好像更火一点 但有时候我就搞不懂但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就说明现在年轻人呃的确呃游戏e-sports对他们影响特别大 所以说可能你要了解年轻人的趋势电竞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吧 嗯 对 反正我是不喜欢打游戏 对我也不明白 对 对我最后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一直好奇足球 足球这行业他一直是很成功 相比其他那个比赛篮篮球或者什么 嗯他的他赞助也是最多的那个广告也是最多的 为什么足球呢行业这么好 因为一是我觉得可能更多人觉得可能全球范围里面参与足球运动喜欢足球人多 二的话可能我觉得足球观赏价值更高 因为我觉得啊团体团体运动要比个人运动观赏价值更高一点 他除了呃技术上的战术上的他还有一个团团队合作在里面嘛 更能体现一种体育精神所以说团队运动相对来说要比个人运动的观赏价值更高一点 那足球在团队运动里的话嗯可能也是一些这个局的特点在吧 可能更多人更欣赏这个足球的东西也有可能每个国家足球运动在各个国家开展的会比较好 所以说关注人比较多所以说他商业价值就更高一点 嗯 嗯对对我我觉得他们那个什么足球协会啊他们商业运作的非常成功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嘛其实相辅相成的你这个体育运动发展了好那商业才会跟着上来对吧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说一个体育商业的基础是在于竞技体育的水平而不是你真的我人有多优秀 我这个商业开发有多好你这个基础竞技水平的基础好呃精彩对吧 那关注人更多那人多了那就才有商业价值对吧 对上次每次到一个欧洲杯或什么 嗯 你英格兰跟别的国家去比赛 每打一场比赛那个就圈一圈一圈一圈粉对啊对啊 每打一场比赛就圈一圈粉对对吧 对这次欧洲杯英格兰挺可惜的嘛就最后决赛输了嘛如果真的赢了真的太疯狂了对啊 我这次去再看这场比赛一下子就圈粉对我这次我是半决赛我去了温布利看了德国和和英格兰嘛英格兰2比0挺开心的公司给我的票也算是一个小小福利太开心了哦就是这个氛围真的是太赞了 然后我决赛是在那个trafalgar square我抽到了那个票然后我在那个球迷区里面看哦这个氛围太赞了然后输了之后 真的是SOHO真的是一塌糊涂你真的没看到SOHO真的全就地上已经没有地可以走都是玻璃你知道吗而且是粘的 就是在英国就是最后输了一场比赛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太疯狂了 对所以我觉得足球这个运动真的非常成功对对让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这么为他着名对对对 对对对对我们有其他问题大家都开始上头吧哈哈哈哈我们来感谢一下7 可就是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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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也希望比如有些一些概念啊在跑动英轮上也能用上那也就也会挺好 对跑动英轮因为也是一个体育团体嘛那如果在赞助在广告收入方面有一点的话其实也是会帮助团这个团体的慢慢慢慢发展起来的 那我又跟你聊一下在中国在英国这个赞助是其实是挺小的就中资企业可能是华人的圈子太小了 嗯没有必要没有赞助的必要嗯嗯比如说我华为嗯不需要赞助什么公司大家都知道我是华为对对对对对吧对除非你说进入那个本地人的市场 对就有时候你要做战打个比方跑动英轮要去拉赞助的话那你首先就是像你自己要做自己的package就像我说的一是你要知道你跑动英轮的会员的用户画像是怎么样的 里面的人是男的多女的多他们年龄结构是怎么样收入水平是怎么样他们的消费水平生活习惯是怎么样你大概有一个这样的用户画像 然后你再用你的用户画像和和一些比如中资的一些产品啊或者也好他们的用户 他们消费者用户画像去匹配如果能匹配上的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有兴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也要看你的基数多不多你基数多那你肯定价值越大第三点的话就相当我说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你的数字资产 就是你用小红书你的网站甚至你数字端的一些东西不光光是做marketing做宣传你要有一些信息的一个数据铺的积累 然后这些数据能告诉你能体现你这个平台的价值不然的话你用什么去说服别人你说我的比如所有的social media你肯定你去说服别人要赞助你肯定说我小红书我的tiktok所有的social media粉丝加起来我打比方我有多少人对吧我的impression是多少那engagement是多少最后我的conversion才会有多少 别人现在都看这一套的还有我的用户画像是多少和你匹配可能会怎么样你要不同的用这个数据积累去去让你这个团队更有价值这样才会有赞助商不是说我跑多一轮我和你说我一个团队给你看到群里面多人别人就会投钱或怎么样不会的甚至有时候他们比如打个比方华为有时候也不看不一定他要做branding我有时候说了他目的不光光是branding 他有还有还有一个互动的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社会责任的在里面你知道吗做pr的一个角色在里面他有时候会需要这样的一些工具的所以说是可以开拓的就看你怎么把你这个package包装了很好brand而且很多企业出海的企业是不想跟那个中国这个 挂在一起的他想强调他想强调它是国际品牌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去做research怎么去匹配到和你的会员匹配的一个品牌消费者对 这个聊起来又很久不了了 那我们都感谢一下sever真是那今天也聊那么多也也也希望希望大家听了有用啊你那个powerpoint可以分享吗那个翻网站啊那个可能你说powerpoint的发给你啊啊啊那个可能不太可以啊ok没事没事嗯嗯啊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谢谢sever 拜拜拜拜